你跟周玉寇主持人塔也是蠻熟的 要不要呼籲他這種行為是不是稍微少一些 到我跟周玉寇之間上節目之外 我們私底下沒有聯絡過 媒體人黃光琴說如果說你是當選的話 周玉寇會是你的背後人 我一向對於媒體第四權 都一直維持我的一個尊重 未來當選對於媒體的尊重仍然會維持 因為媒體人周玉寇昨天有爆料關於您的對手 講萬安他回心的一些事情 你跟周玉寇主持人塔也是蠻熟的 要不要呼籲他的這種行為是不是稍微少一些 到我跟周玉寇之間上節目之外 我們私底下沒有聯絡過 跟很多的媒體也是在公共事務上面做相關的討論 並沒有私底下的一個交情 現在國民黨就喊出不是投給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你認為會擔心一下嗎 我大概不會擔心 我還是要講就是說要連結要有證據 那我相信就是說我的態度就是對於媒體 都維持我的尊重 因為這是社會重要的第四權 那這四年來周玉寇從 就是從政府的標案拿到了870萬元 那接下來大家就擔心說講 你當上臺北市長有辦法跟他切割的清楚嗎 沒有這大概政府的標案還是要看有沒有符合 政府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上的一個需要 是有自然有一個審查的標準 不會因為他的身份別或背景的情況 而影響到這標案的公正性 至於這870萬是在衛生福利部 我大概不是很清楚了 應該說整個整個政府裡面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在媒體的標案裡面 我們不會因為政治的立場 而干擾對於標案的一個公正性 政策的需要性